随着社会的进步 大家会发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社会是进步了 可是你会发现我们的病也在怎么样 在进步 现在你会发现病里的年轻化 三四十岁突然间就得疾病就走了 为什么 就跟我们现在很多人 二三十岁突然间会得癌症 癌症是今天得的吗 不是 所以说真正来讲 我们需要的是这方面的知识 我发现我们很多人都在提倡 保健大于治疗 对不对 可是真正谁能理解这句话呢 可是你会发现我们中国人的 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都是在做治疗 没有一个人真正怎么想去预防 去预防他就要怎么样 要需要的是知识 因为你要懂得健康的知识 你才能够怎么样 去预防他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 就是我们先要了解一下 这方面的知识 拥有了这方面的知识 我们才可以怎么样 去预防他 那我们先打哪了解起呢 我们就打我们人开始 我讲课可能跟别人讲课不太一样 我就会把我们老祖宗中医文化 翻译成我们老百姓的普通话 所以人的也的确是一个最精密的一切 那好了 那用我们老百姓话来讲 我们这家最精密的一切 最主要的这些灵魂件 用我们老百姓话讲 大家都知道的是什么 用我们老百姓讲话 是不是五脏六腑 对不对 那哪有五脏呢 心 肝 脾 脾 肺 肾 肾 这就是我们老百姓常常说的什么 五脏 可能在我们祖国医学当中的 一来告诉大家 心没有病 可能有人一听就急了 那心没病 心脏病哪来的 那高庆民死于什么 心脏病 大家知道最近的侯耀文又死于什么 也是心脏病 为什么呢 在我们祖国医学当中告诉大家 心没有病哪 在我们祖国医学当中告诉大家 是因为心哪 他祖这个神 神不能有病 神有病神病 那是神经病 对不对 那侯耀文他们到底死于什么呢 和这个郭秀敏 高秀敏 其实他们死于心的外头 有一通保护他们的东西 其实在我们中医当中叫什么 叫心包 明白吗 死于这个 我们明天下午的时候 我们专门给有一堂课 给大家讲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 我们再详细给大家来讲 他们到底是死于什么 好了 这是我们老百姓常常说的什么 武藏 那六腑呢 那哪六腑呢 第一腑 就是膀胱 第二个 大肠 第三个 胃 第三个 第四个 胆 第五个 小肠 第六个 三胶 反正是大家都知道 我们老百姓一般的对于这五腑都知道 一般的大家就都不明白三腰是什么 我们明天上午的时候专门给大家讲一堂课 讲糖尿病的时候 我们再详细给大家来讲这三腰到底是什么 好不好 好了 那这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什么 五脏 六腑 那好了 我们大家知道这五脏六腑了 那我们刨禁人身体的五脏六腑以外 我们人身体当中还有什么 我讲课你不知道小谷大学 我们老百姓知道的 刨禁五脏六腑以外 还有什么 有什么 五官 还有什么 四肢 那你不都猜了 好了 我们有没有血 有没有筋 有没有肌肉 有没有皮毛 还有什么 骨骼 对不对 那好了 还有什么 还有五官 对不对 你现在告诉我 第一次听我讲课 你告诉我五官是哪五呀 眼睛 耳朵 鼻子 烤 特别清楚 我在北京讲课的时候 一个企业的副总 白天在单位生点气 然后就回家 回家你就吃饭 吃完饭就睡觉 睡到夜里两点的时候 这肠子底疼 疼的 钻心疼 疼的没办法就去医院了 然后到了医院 就大夫给开始给他检查 这么鼻操 我持骨症的 咽血咽尿就别提了 官媚一凶检查费 他花了五千六 整个都检查完了 大家会想象五点多的 两点多 检查完基本怎么样 就五点来就挺他疼了 这大夫就坐着看报告 大夫就有点困了 哪一张看 看看那大夫无形当中 自然自语就说了一句 你这没病 大夫就没好劲 啪淘楼子皮 一划架 他一看 检查一宿 最便宜的就是这张单子 一毛九 这条片 再次作为 现在我们过去十多年前 二十年前 我们不管看任何的大夫 中西一代 最后大夫都要看你什么 这舌头 我告诉大家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在中国 最厉害的病是什么病 心脑血管基础跟针 心脑血管基础在中国 一个小时要死三百人 你知道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吗 你知道为什么那些过去的医生 要看你舌头吗 他就能够透过舌头 发现你是不是有心脑血管疾病 潜在着危机的 舌头他提前就给你预防了 知道你有没有 可是现在的医生呢 咱说句不好句话 那心电图大家都知道 你不犯心脑病 那心电图都耗不出脉来 对吧 你会发现都明白 可大家还都去做那些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 一个小时死三百人呢 其实在中医也好 西医也好 他前期是二十多年前 那些个脑袋 一看舌头就知道 其实舌头 它在五官当中 是最重要的一官 其实就是我们的舌 它能够诊断出你的脑部 一些个问题 舌目 口 鼻 耳 这就是我们老百姓 常说的什么 五官 那好了 可以说我们人 这下最精密的一系 最主要的零部件 全在这 大家首先要先让我明白 不是说今天你听完我讲课 明天考一大行 我今天是给大家讲的是什么 是我们老百姓看得见 猫得着 我们老百姓怎么样 都知道了 对不对 这些个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吗 那好了 那我们这家最精密的一系 可以说全在这 老百姓都知道的